嗨大家我是在义乌做生意的小美鸭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一期教学类视频 很多人都在好奇我为什么说话可以这么流利 所以今天呢我将无私的分享给你们 在开始教学之前呢我想先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贵州大厦里的苗族女孩 学历是初中生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高学历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那种微微弄弄说话结结巴巴的女生 以至于现在很多亲戚看到我都觉得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等到参加工作不得不说普通话的时候呢 我也是六合六不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后期的锻炼让自己更会说话 不存在什么先天性苟音难以纠正什么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接下来呢就跟我一起学习吧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整理了八种最有用的学习方法 第一种呢是大声朗读法 因为我们想克服自己说话的重要的话 就首先必须要敢念敢说敢读 所以呢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让自己大声的朗读 选择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 然后每天的读读读 这样呢你会发现你说话越来越流利 越来越顺畅 第二种方法呢是对着镜子朗读 对着镜子朗读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的状态 我们可以慢慢的训练自己的眼神 说话的表情还有肢体语言 长久以往呢效果会翻倍的 第三种就是把自己朗读时的状态给录下来 然后后期的话通过去观察视频看看自己哪里卡壳了 或者哪里不自然了 或者眼神有没有什么欠缺的 不过于呆板的什么都可以后期的慢慢去改善它 观看自己的朗读录像比上台演讲的效果都要好 第四种方法就是尝试 躺下来朗读 说话声音响得不够红亮的 真的一定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躺下来的话我们用到的就是肚子的气 就是腹式呼吸 而腹式呼吸呢是最好的练声练气方法 在睡觉之前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大声的朗读 睡醒的时候呢 也可以先唱一首歌再起床 这样坚持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声音会变得更穿透力 更红亮 而且更于耳动听哦 第五种方法就是速度 这种锻炼方法呢 可以让我们的口齿变得更加林立 语言整确 吐字更加清晰 刚开始我们可以选择一篇我们能读顺的文章 然后读键加快 但是在读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记得音要准 而且发声要完整 如果说你发声不够完整的话 你读得再快 别人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也失去了你读快的意义 不仅要快 而且要让别人听得懂 第六种呢 就是复述法 别人讲一个故事 你再重新复述一遍 这种呢 主要是锻炼你的逻辑能力 和语言整理能力 当你可以把别人讲过的故事 完整的复述一遍的时候 基本也就练成了 第七种呢 就是描述法 描述就是把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自己描述一遍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样呢 可以让你更会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或者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你逐渐看到任何一个东西 都能完整的表达 之后呢 描述出来 那么你离一副好口才就不远了 第八种呢 比较特殊就是卷舌法 就是把你的舌头卷起来 然后卷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张嘴巴 关嘴巴 就是可以把你的舌头在嘴巴里面乱动 为什么呢 因为六和六就是舌头的区别而已 你会发现你读六和读六的时候 就是舌头它顶在上方 我当时纠正这个字的时候 也是这样纠正过来的 就是因为这个舌头 你把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强制性把你的舌头放在一个卷起来的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说成六 六 而不是舌头顶在牙齿 六 六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锻炼自己口才的一些方法了 不管在学习任何东西呢 都有见效快和见效慢的 但是一定要记得不断的学习 学习 坚持坚持 这样呢 才能更好地突破我们自己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锻炼口才的方法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相信很多想学说话的小伙伴 也想看到你的小秘籍 最后呢 小米亚拜托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们能看到最后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哦 因为我这一期视频呢 是西瓜视频一次活动的毕业作业 感谢你们多多支持 是能够让我顺利的毕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